独特的造型,鲜艳的色彩,精细的线条,各类寓意极详的装饰图案被画师娴熟地描绘在白墙上。 画师们或站立或盘腿而坐,靠手中的画笔和颜料,把房间变成一个画廊。 1988年,出生于西藏自治区日喀泽的藏族小伙仁青朱家,读完小学后因家庭贫困,没能继续上学, 而后学习传统方式绘画,至今已有20年。 期间从事寺庙绘画,名宅装修绘画,家具装饰绘画,制作旅游产品等多项工作, 如今的他带着一群从农牧民成为画师的年轻人一起学习,一起成长。 我们会经常去寺庙,家里画画,白墙装饰画,填满,会感到开心,感觉自己也算是一个艺术家。 有时候会拍一些画画的短视笔在网上,就会有人问我一些关于图案的问题。 这样也算是对我们民族文化的一种传播。 在任庆朱家的办公室里,摆放着他参加各类培训的证书,任庆朱家告诉记者,光有画画的技术还不够, 自己要学习一些更多关于创业的知识,为成立公司打下基础,这样才能把传播藏族文化的路走得更远。 任庆朱家曾在广东珠海工作,那段工作经历让他意识到了藏族传统文化的价值, 也埋下了把藏族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的种子。 我从十三世开始学习画画,后来有了机会去广东珠海工作,是给家具上画画。 刚去广东的时候是才十五岁,很多人都惊讶。 西藏还有年龄这么小的画石,他们很佩服我的艺术,也喜欢藏族传统的那些图案。 就像原来很多人都喜欢我们民族的文化。 回到拉萨后,任庆朱家了解到了西藏阿里骨骼风格的装饰绘画, 又一心投入了对骨骼风格装饰绘画的学习和研究。 目前,任庆朱家仍在为传统绘画创新发展努力着, 并计划进入文创市场,把藏族传统文化推向更大的平台。